一段时间以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 鼓吹脱钩锻炼 外界担忧中国科技发展 会因此受到阻碍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不赞成脱钩锻炼 中国的科技进步 不会因为任何限制打压被阻挡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发言人指出 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量子信息等新兴前沿科技成果 不断涌现 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的 联合研究与科技合作 为提升全人类福祉 应对全球性挑战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不赞成脱钩锻炼 脱钩锻炼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 因为我们的发展 始终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中国的科技进步 不会因为任何限制打压被阻挡 发言人还强调 科技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享 更不应当利用科技优势 打压遏制别国发展 脱钩锻炼是把双刃剑 伤害别人的同时 也会损害自身利益 总裁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